来关注科技界 现在AI仍然是重点趋势 像OpenAI就宣布 他们要推出Search GPT 要来挑战Google搜寻引擎的龙头地位 而至于Google的晶片则是受到苹果的青睐 会不会用来开发新的AI相关产品 另外是微软最新的业绩公布 在资料中心营收的部分 表现不如外界预期 不过很多社会上在讨论的是 科技进步会不会助长犯罪问题呢 所以美国的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 保护儿童不受到网络危害的安全法案 将施压科技公司采取更多的行动 砸下重金投资也是主要成长动能 科技大厂微软的云端服务平台 最新一季营收表现差强人意 引发市场担忧 砸大钱投资的AI难以变现 周二微软股价在盘后狂泄6% 还拖累AI晶片霸主挥达重挫7%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则是以大铁222点作收 美股科技财报周如火如土展开 各家大厂较劲火腰味浓厚 即将在周四发布财报的苹果 传出将采用谷歌的晶片来打造AI产品 而并非当今AI霸主的挥达 令市场讶异 尤其挥达目前掌控约80%的AI晶片市场 至于ChatGPT的开发商OpenAI 则试图要压压谷歌搜寻引擎龙头的企业 最近他们正式推出了Search GPT 一个AI搜寻引擎的原型 虽然只在一小群使用者和发行商之间进行过测试 但这个搜寻工具当中最好的功能 之后还会整合进聊天机器人ChatGPT 除了会威胁到谷歌 还可能波及自己的金主微软 至于脸书母公司Meta 周三要公布业绩前 先点头同意支付14亿美元的和解金 因德州政府控诉Meta未经许可 就使用用户的生物辨识资料 这创下单一周最大笔的诉讼和解金 而美国国会也有动作 周二参院两党罕见通过一项 社群媒体相关的法案 内容是要保护未成年孩童 不再受到网络上危险内容的伤害 这项法案是有一群家长所推动 当中有些人的孩童 受到网络霸凌后轻生 又或者衍生出药物滥用 厌实的情形 一旦之下儿童安全法案变成法律 将要求脸书Meta 前推特X等科技公司采取适当措施 把社群媒体的危害降到最低 包括遵行谨慎责任 并确保平台的预设设定 是最安全的模式 就在美国当局推动安全规范的同时 意大利的研究团队 把AI用在对社会有利的地方 吸唇器启动的声音 就来自这台叫做Vero的机器狗 它刷子形状的四只脚 目前专门收集眼地垃圾 而Vero运用一套摄影系统和演算法 能辨识目标并规划路线 目前在不同环境下收集眼地的成功率 已经高达90% 例如一般机器难以作业的海滩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每一年预估有4.5兆个烟蒂被丢弃 但不止烟蒂 这台AI吸唇器狗还会吸取其他物体 以及体积更大的垃圾 研究人员表示 Vero之后能针对特定区域 预先统计垃圾量 并先从较大型的垃圾下手 TVBS先做吧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